位于嘉义市的长青园 是一个多元化服务长辈的园区 园中各个楼层 皆设有不同功能的教室 在园内大厅的规划上 也为了让人有舒适的感觉 而有其特别之处 周围更栽种许多绿植 希望能营造出长辈们的后花园 园内大厅你看就是一定跳高 那跳高的感觉就觉得比较 比较舒服 所以我们希望营造的是 第三场所 什么叫第三场所 就是希望除了家里上班的地方 这里就是他们愿意来这边聊天 喝咖啡的地方 由于长辈的喜好各有不同 嘉义市长青园不仅为长青学院的学员 开设不同课程及活动 从中也会利用问卷调查表的方式 去了解他们的喜好 并以长辈们的喜好为优先 我们现在目前这边已经经营了14年 那14年的经验 我们每一年的年底 我们就会做问卷调查 问他们喜欢上的课 那在报名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什么课程是秒杀的 比如说歌唱班一定是秒杀 那还有所谓的书法班 国画班 对他们而言他们就很喜欢 因为这都是比较长期的课程 长青园提供的服务和课程不但能够满足长辈们心理上的需求 也可以给予他们生活上的许多帮助 协助他们在生活上能够自主自律 我对新鲜的事物我没学过的我也都很喜欢 曾经学过的只要说这个要温固而置心我都会喜欢参与 这基本就是生活上的一些观念上的提升 还有饮食的会比较健康 比如说刚刚老师讲的说 那个佛虾就是有下药 就是说要买急速你都会比较难点 就是这个健康的观念 就是说上课就能够融入生活上的食用 园内除了提供他们休闲娱乐的场地外 也让长辈在课程体验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实现贡献社会和回馈社群的目标 那我们就会请各个日照中心的特色的产品 会拿来这边共襄盛举 会做贩卖的一个行为 让长辈们就是感受到自主自立的一个生活 随着人口老化 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 鼓励长辈们多参与活动 以及提高长辈互动积极度 乐龄学习不与世代脱轨 更能让长者活得快乐 享受丰富精彩的健康生活 中正义报 陈怡秀 江恩琪 嘉义市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